因為其實爬蟲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方法實在太多了 就是我現在看到的跟你現在看到的 可能結果我們做出來的結果都不會一樣 也許我剛剛講 比如說我可以用FindAll把P全部找到 那我看到我是直接抓什麼 抓Body不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在Strip換行感覺好像更簡單 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每個人看待要抓資料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沒有關係方法可能不只一個 你可以多種的方式去try 那比如說第一個請各位練習一下 請你把我們的這個問題這個範例三練習題 這邊總共會有這一串底下這一段程式 你可以先把它貼到你的module裡面 然後呢問題總共有六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東西該怎麼做 比如說第一道題我要取得這個 title部分 所以最簡單 這個很簡單 有沒有把title 但方法很多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第二個的話呢 取得所有類別為這個red的超連結 我要超連結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沒有那個 這個class 所以我要把這個class 這兩個的超連結 超連結指的是它裡面的hrf 這兩個東西的超連結幫我抓回來 第三個是取得什麼 取得first first的話在哪裡 first在這裡 它在這個 所以它底下也是超連結 當然你可以去抓它的hrf 或者其實它在第一個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應該fine 直接fine第一個就ok了 就把第一個就抓回來 然後再來的話呢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超連結 怎麼把它取得 再來的話如果要取得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個的話是這個 title部分 然後h1 h1在哪裡 h1在這裡 而且要把這兩個放在哪裡 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要得到的是串列 一個是放title 一個是放h1 怎麼樣可以一次抓兩個 而且放在串列裡面 ok 當然有另外的方法 另外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image img指的是一張圖的src 就是這張圖的 就是這張圖的 那個什麼來源就在這裡 這個路徑 根本地下有一個這個 如果要把這個抓回來的話 這要怎麼做 ok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總共有六道題 先不要看答案吧 而且你可以試做看看 把剛剛我們教的方式 都用用看 ok 反正就是把要的東西抓回來就對了 如果你這些都可以很快把它抓回來 那表示以後你想要看到網頁裡面的什麼東西 你想要抓 那基本上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我們爬從就是看到哪個標籤 看到哪個class 看到有沒有id ok 那有這些特徵 那我就針對這些特徵 給它相關的訊息 然後就把它全部 看是要抓一個 還是要抓全部 或者是說抓全部裡面的排第幾個 不就類似這樣子 抓的方法 每個人想到的也許都不太一樣 只是說 最好是想到的方法 是程式最短的那一個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 反正我就分好幾種去try 發現哪一個程式最短 那以後我就用那一個方法來試 這樣就ok了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需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資料 這個假設是一個網頁好了 然後裡面我希望取得這個title的標 當然方法很多 其中的話我這邊要補充一個 就是你可以用sp.title 其實也可以取得 也就是說呢 假設一般我們當然原來的做法是 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print著 比如說print著 假如要取得這一串 title這一串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之前的交法是怎樣 之前用sp的嗎 點什麼呢 其實點fine有沒有 fine後面的話 你就給它一個標籤名稱就好 title 這樣子 拉過來 直接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就出來了 可是其實還有一招 其實還有一招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你覺得 怎麼樣 好像也沒有快多少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略過 但至少它是一個方法 它這個是什麼 sp.title 也就是說 在一個網頁裡面一定會有title 那就把這個title把它抓過來 把它直接print出來 結果也一樣 有沒有 不過有些屬性不見得有 有些是它一定會有像title 像head 像body這種 OK 但有些標籤它就沒有 那你就要用什麼 用fine的那個方法把它抓過來 OK 這應該沒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希望做出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說 取得所有類別為 red的超連結 就是它這邊假設類別 我們類別看一下 這兩個就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它有一個以上的話 那就用fine all 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要做的一定就是 類別 所以前面有講過 類別 那這個我們把它拿來改一下 假設類別 那我們就是 一個以上的話 那就點fine all 底線 all 然後呢 要抓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 我要抓的是 超連結 所以超連結是a 特別注意喔 A的這個標籤 然後呢 逗點 剛剛我 跟各位講過了 如果你不想要打那個class的話 有沒有 記得一定要是字典 一定是大瓜糊 如果你懶得打那個的話 那你直接給這個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它就把這些資料呢 東東幫你抓過來 那抓過來之後把它print 可是print的話 這時候執行應該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串列 裡面放什麼呢 放這個class裡面的這兩個東西 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 如果你要抓它的超連結的話 那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hyperlink裡面的東西 把它抓回來 所以這個題目要的是什麼 題目要我們做的是 裡面是超連結的資料 當然如果說第一步 我們已經把資料抓回來了 那第二步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針對第幾個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甚至你可以用div有沒有 這邊有個div cast的item 這也跟那個之前那個 用body那一招其實類似 那如果說你要print的 第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跑個回圈 我大概先用這個方法 點test 你會發現執行的話 它會把裡面 點test 點test不對 應該是點test是得到什麼 得到first 所以如果你現在得到 假設我們不是要first 我希望得到什麼 得到的是它裡面的這個屬性 叫做href 裡面的這東西的話 要怎麼做 我們之前有那個 Yahoo的新聞也有用過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叫點get 有沒有 點後面加一個get get後面的話 你就給它什麼 給它這個的屬性名稱 因為超連結裡面 只要空一個後面的東西 都是它的屬性 那你可以用透過什麼呢 透過get的方式 把它裡面的東西給get回來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 應該會抓到這裡面的東西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它滿常用到 像我們之前的那個新聞網裡面 比如說我想要把那個超連結紀錄下來的話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有沒有 把這個超連結抓過來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抓第二 這一個的話 那就是 中瓜虎裡面改成1就可以了 OK 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看一下 我上面放的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取得另外一種寫法 class 其實 不過這個方法倒看你要不要記 如果不想記的話 其實你可以記上面的方法就可以 因為像我的習慣 說真的你程式記太多 最後也記不起來 乾脆就記最重要的 所以寫法很多種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自己找到一個 你覺得比較好記又不會忘了 然後很直覺的 OK 方法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要取得first 就剛剛做的 如果你要取得first的話 那基本上 就我剛剛講 你這邊不要點get 點get這個屬性 那你就點什麼 點test 把第0個的這個結果給抓到 執行 那應該就是first 那如果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因為first剛好 也是在 A裡面的第一個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fine可不可以 而且fine你會發現 如果我fine 直接fine 這個都不用 直接就fineA就可以了 那因為fineA裡面有很多個 可是它剛好就在第一個 OK 如果剛好你要抓的資料 剛好就在第一個 其實你也可以用 這個方法 直接first也會出來 為什麼 因為剛好它就在第一個 可是如果剛 它如果要找的不是第一個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不能用fine 所以特別注意 假設 假如說你要second的話 那如果你要second的話 你可能就要用剛剛的方法 second的話 那你就必須什麼 fine all 除了說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邊改成1吧 裡面的test 執行的話 應該會得到應該是second吧 對不對 之外的話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它的class拿掉 其實class拿掉的話 因為它的位置也剛好在第二個 所以01有沒有 資金的話會不會是second 也是second 為什麼 因為剛好它排第二個 所以以後 說真的 要怎麼抓資料 有些彈性的 如果剛好 像有一些網頁 剛好就是沒有class 很多 像雅虎股市有沒有 你會發現 你們等一下可以去連到雅虎的股市 它就是沒有class 它也沒有ID 它很多東西都沒有 它連DIV好像也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網 這個雅虎的股市 因為太久遠了 而且它這個網站 N年都沒有更新 所以它算是很舊的很舊的網頁了 所以裡面的東西 有些新的標籤它都沒有在上面 那怎麼辦 你就只能見招才招了 怎麼做 而且你們可以 待會試試看 想想看那個雅虎股 試試看有沒有把它抓下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三個問題 那第四個問題 剛剛也有做 就是這個東西把它抓下來 那我底下我看一下 對 我剛剛用的方法是用get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get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它的HREF 有沒有 也是這邊放個字典 那後面的話 要抓它的超連結 這樣好像沒有 這是要抓First 那如果get 這個有 剛剛我已經做了 OK 或者是說你要抓第幾個 O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如果要抓兩個的話 特別注意 我要抓什麼 抓Title 跟抓那個H1的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 在這邊的話 Find all 裡面的東西 要兩個 所以特別注意 Find all裡面 我們本來是 會是 假設我要抓所有的Title 然後就把Title放過來 那Find all甚至有支援什麼 你可以抓多個標籤的 你甚至可以什麼 把那個第二個標籤 H1 也給放下來 那他就幫你先找第一個 再找第二個 幫你把它串在一起 OK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執行 先找Title 再找H1 找到之後呢 就幫我把它怎麼樣 放在同一個串列裡面 Find all Title H1 還有一點 特別注意 最容易出錯的 還要怎麼樣呢 外面請特別注意 你傳給他的東西 你還要再怎麼樣 給他一個串列 給他一個串列 這樣子他才有辦法幫你找兩個 你不能分別給他兩個參數 他會以為說你前面這個是一個標籤 後面可能是一個class 不行 一定要記得外面在包一個裝瓜爐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找兩個了 你先找到第一個 再找到第二個 OK 依實類推 如果你要第三個 可是這種蠻少用的 說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用呢 反正 至少你知道有這個方法 以後如果剛好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就可以拿來用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找兩個 最後的話如果我要找什麼呢 找這個 3.jpg這個東西的話 那一樣 特別注意 這個有兩個方法 特別注意 它跟前面不一樣 它的tag標籤是這個 它的屬性是src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跟剛剛取的超連結 這個有點像 有沒有 先找什麼 找a 再get它的屬性 hre 所以 如果我要find 因為這個裡面就一張圖 所以我就find什麼呢 先跟他講說 你幫我findimg ok 然後find完之後的話 假如我先print 然後但是我要找裡面這個資料 當然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得到的就是這一串 可是我不是要這一串 我要這一串裡面的這個屬性 特別就是說 img裡面的src 這個東西 所以我可以 後面 記得就是在點什麼 點get get的話後面就加一個屬性 屬性名稱就是src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可能慢慢習慣了 這個是它的tag標籤 這個就是它的屬性 如果你要抓到屬性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記得用get 那get回來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面的文字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不好 如果不懂 給它再揣摩 反正 差不多的道理 其實 這個怎麼講 這個 就等同這個的地位 這個就等同這個的地位 後面的東西都是它的屬性 前面就是它的標籤 它裡面不是有雙引號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指的是它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指的是它的資料 有沒有 HREF就是屬性 src也是屬性 ok 屬性是什麼 屬性就放資料的地方 反正物件導向裡面的概念 屬性就是資料 就放資料 或者放設定的地方 一般叫資料 ok ok 好 那 我們把它print看結果 結果ok 是不是抓到這個裡面的東西 執行一下 對 沒錯 ok 另外 跟各位講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select 但select 我不是很喜歡用 因為select很麻煩 結果有時候跟我們要的差不多 像這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用這一招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另外一個方法 叫點什麼 點select 但特別注意 select它回來的東西 它叫relaust set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串列 就是不是一個文字 它會是有點像一個串列 丟很多東西給你 哪怕只是丟一個 它也是放在串列裡面 ok 特別注意 但是我覺得這有點不太ok 那你select的話 跟它講什麼 裡面的話 因為我要找什麼 找這個IMG跟SRC 所以你裡面的話 記得就是什麼 把它放 放什麼 放 這個 幾個訊息 如果我今天要select的話 是一個 其實 在什麼 在一個DIV底下的一個IMG的話 你就跟它講說 在DIV 空一格 這邊說 select有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底下的IMG 它就幫你找找看 有沒有DIV裡面有IMG的 有了 找到了 它就幫你select到了 這個東西 那找到之後的話 它會 特別注意 它會丟到一個 類似像串列的東西 它叫relaust set ok 那不管 反正就是 記得如果你要把它取出來的話 記得就是 再加一個中瓜乎0 因為它 一個它也放在類似串列的東西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這樣子的話 就找到我們要的東西 ok 執行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把這個東西 找到之後的話 就幫你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ok 長這樣 但是如果我要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SRC的話 特別注意 你後面還要再加一個去數 跟它講說 我要這個裡面的SRC 它不是一個點 它有點麻煩 它就是什麼 需要在後面加上一個中瓜乎 給它一個什麼屬性 SRC 記得前後要雙號 就是這個屬性 可是感覺就是不太好記 有沒有 這對我來說真的就很不好記 所以說真的 我老實講 我很不喜歡用 ok 除非說沒有必要 不然我很少用Slice 你會發現 但是如果像這個 不用Slice 可不可以做出來 也是可以做出來 所以如果可以做出來 那幹嘛用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有些東西 就是多死一舉的話 但是有些地方好像還非得用它 比較好用 所以還是非得要講 這可能就會 所以很少 所以很少我就很少講 對 所以很長的話我就很常講 ok就是看使用的頻率 但是好像又不講 好像又不很ok 所以我就 稍微講一下 來把它執行一下 ok 好 有沒有出現了 所以 因為可能用到 但是比較少用 所以也至少講了 所以在BeautifulSoup裡面 總共會用到三個方法 有沒有 就是Find 跟Find All 其實Find跟Find All 基本上可以解決 大概百分之 就是 我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這些相關問題 那Slaid的話呢 就是遼備一格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將來 有需要的話 還是把它用一下 但是它的規則真的是 又跟Find 跟Find又不太一樣 可是有一個地方一定要記得 Slaid回來的東西 它一定會是類似篡列的東西 也就是它不會是像Find一樣 它比較像Find All 所以通常用Find All來取代它 這裡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就是 我在雲端上面有放了六個問題 請各位自己試試看 那盡量先不要看下面的答案 試著怎麼樣 就是按照我給的訊息 那你把我給的訊息的這個程式怎麼寫 自己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把這六個問題 對應的程式很快可以打出來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真的已經了解 以後要怎麼去爬你想爬的那些資料的位置 最怕有些同學是把那個什麼標籤跟那個屬性搞混 有沒有 因為其實在一個那個 HTML裡面 開頭的小於後面一定就是一個標籤 像A 像IMG 有沒有 這些都是屬於標籤 那後面如果還有的話 像KS 像HREF 有沒有 這些都是屬於屬性 那裡面的東西如果你要提取出來的話 你可以用GET的這個方法 可以把它抓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盡量把這些熟練 因為如果你熟練的話 以後說真的 把它綜合應用之後 我看大部分的網站 應該你要把它抓起來都不是太大問題 除非那個網站它本身就有保護的機制 那當然就另當別論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